現身正藍宮 顏清彪被問到中二選區罷免公投案 顏清彪不做回應 打算來個冷處理 現場也不見投身罷免志工的兒子 顏寬恆 倒是罷免團體找來媒體人與名代 合體掃街 民進黨現在是為什麼 請全力要來保他 因為這個小弟太好用了 出了事情才幫你頂 罷免團體誘人助陣 陳柏惟則是由打空戰的卓冠廷相挺 二職的地方勢力 二職的黑金權貴 才是更應該被大家所淘汰的 卓冠廷認為 既然罷免案檢視陳柏惟 也要用同樣標準檢視嚴家 嚴寬恆先生在他23歲的時候 就跟著他的老爸顏清彪 一起用公款到酒店 而這些法律都有相關的記載 我們也看到嚴寬恆先生 他所經營的檳榔攤 居然變成是殺人未遂 當中嫌犯 去存放槍支的地點 同一時間還有一屆團體齊聚烏日 聲援陳柏惟 這次的罷免不是罷免 這次的罷免是罷零 郭冠廷先生他是有名有居在講這些話 那我想嚴先生他也會公開讓大家檢視 他應該不會反對這件事情 不過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許巧欣引用美麗島電子報民調 直指同一罷免陳柏惟 別例站的三成七 這三成七之中有百分之八十八 願意出來投票 罷免投票案進入倒數兩個星期 次黃金州陳柏惟行程依舊 對比罷免志工嚴寬恆 似乎採取鴨子滑水的策略等待投票倒數